Cup就講 來吧 讓我 讓我頂不住吧 嘿嘿 下方位置 這時候一個開戰 寶藍這波進攻有點上頭了 Prosa已經要趕了過來 卻拿拿一臉跳在這面兩人臉上做到了不錯的緩術 治癒交易起來 Prosa目標是前面的一個寶藍 而且這個布朗姆的Q已經命中直接流速 沒有閃現 Flandic下路拿到了手殺 都是需要發育的角色 情況會不是不然 Prosa草叢未遭到 不過其實是一個bait 李星踢了出來 一個大絕踢走 因為踢上去就死了 想要去之前自己先死了 Prosa在前面被留住 但幸好走出了皮膚解釁的範圍 後面的寶藍已經趕到Combo 接住了Caps Caps要復活了 是被點出復活趕緊往後走 不過Rookie看起來沒有人要放他 Prosa在後面看著看著 Caps回身刀帶還是被綁住 閃現過去要換普攻點燃下去 再一個普攻 再一個對面對換 Rookie會死嗎 這個彩虛的效果回不來 Rookie也被打倒 就是IG目前埋著一個伏筆 來到上方的頁子 一個R閃踢了回來 接好了雷茲的法術進骨 Rookie的反身掛 開大絕的一個惡殺絲回身要復活 等著隊友TP的一個到來 不過凱撒已經到了 招門的貼近直接將要散殺給擊殺 後面的烏爾加在法復進鎖 給留住 現在牛在前面擋住了對面的缺度 Brap交出了閃現 還是被Prosa給直接切死 Herson用自己的護盾貼了一下 這個打野 Prosa閃現走 有果子的話就上去囉 不是吧 你這個就太爛了 他感覺是來騙他隊友的閃現了 他感覺是來騙他隊友的閃現了 他路的塔已經告破 菲歐拉選擇要TP過來 A去這波還沒有選擇進場 沒有人可以進場 最後是牛開啟大絕 往前正起三人 李星直接踢腳 飛體格衝了出來 選擇要開團 牛已經被拉了進去 這個恐懼流住的是AD凱撒 直接融化 右邊位置雷茲跟李星根本無從輸出 菲歐拉進場已經消失 所以坦娜這一波 跟著隊友打進去五個人 Banatic打贏了團戰 這波打得非常漂亮 我覺得根本不應該過來的 IG應該直接選擇 拿塔跟他換的 因為這個時間點 就像剛剛有提到 這個時間點IG的會戰是打不贏的 現在要偷偷看了 血量 這在您的一個視野範圍 雷茲坐車說 您大俠請走 但您並沒有飛進去 胡蕭龍已經踢到人 之後是被人給針對了 最後是跳上來的崔坦娜 直接單收掉 他沒有跟布朗姆一起 雷茲直接跳上來 擋住了這個李星的Q 巴魯也是輕鬆拿下 弗丹蒂克這場打的是很順啊 哇這看來是要加賽勒 這加賽已經特別特別高了 對面弗丹蒂克已經五個人 上到了高地前面 他被秒殺勒 兩下爆炸射擊 所以講他推塔的效果 還是很不錯 而且 寶藍被拖了進去 又是一個腳踏 恐到兩個人 還具有一點威脅 Jacky Love已經交出了閃線 脫離了這次的戰場 那代表下落的神經病也要掉 恐到兩個人之後 Reckless槍就直接打掉了Jacky Love 三層的血量 直接跳進來 是布朗姆的開戰 往前目標殺 Rookie直接融化了 哇不見了 Rookie這波團隊根本沒得打 Jacky Love的一個殺手 本能進場成為了 分裂體格下一個目標 離心消失 最後連Jacky Love也不見 這波分裂體格大獲全勝 準備要拿下這個主堡 讓整場比賽 進去